汉宣帝刘巡生于公元前91年 元明 刘病已 自次清 七汉帝是为皇帝 刘巡又是遭乌骨之祸 生长于民间 元凭元年 霍光与大臣 匪娼一王刘鹤 盈利刘巡为帝 霍光死后 宣帝亲政几年之间 彻底清除获释势力 宣帝秉持 八字道 杂志的政治策略 一方面 韬光养晦 减轻税负和民众负担 其所谓的王道 同时又例行法家政策 整顿励志 即所谓的霸道 宣帝在位期间 汉兄战争 也在双方实力的磁销壁场下 迎来了尾声 本时三年 宣帝发动的 汉原乌孙姬匈奴支持 取得了对奴奴战争的决定形成 神军二年 宣帝在西域首射都部 把西域三十六国正式纳入西汉外 汉朝疆域在此时孤狼巅峰 甘露三年 乌汉叶禅与臣子的身份 觐见宣帝 标志着汉朝与匈奴的百年大战 正式宣告落幕 公元前四十八年 刘荀因病崩与为阳洞 藏于杜岭 妙号中宗 七统治期间 政治庆明 社会和弦 经济繁荣 肆意并服 综合国力最为强盛 只称萧宣之治 在以制定妙号和嗜好 严格而著称的西汉 刘荀与汉高祖 汉文帝汉武帝 并列为拥有妙号的四位皇帝